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内容是 我呢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 我有哪些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是离不开的 很多人会对极简主义者有点误会 觉得我们过的是一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我也跟大家聊过好多次 极简主义者也是有各式各样的 我也在那个YouTube的频道上 见过那种非常极简的 只穿棉麻的天然材质的剪裁 非常简单的衣服 只吃天然食品或者是那种whole food 就是不是那种加工过的食品 然后完全不化妆 就寝具什么都非常简约 这样的人是有的 但不是我 极简这个东西就像1000个人 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 它没有一个标准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到1234 你才配当一个极简主义者 而我作为一个俗世中人 我是做不到那样的 我所理解的极简主义 就是去无存经 山凡就简 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 把我觉得对我来说 没有办法滋养我的 对我没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去掉 准下来的时间跟前正好可以投入到 我非常需要的 我喜欢的东西上 我在脑海里想自己有哪些 特别享受的那种时光 或者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 还是有的 首先第一样我完全离不开 我特别喜欢每天都要的 就是红茶 我真的非常爱喝红茶 但不是喝什么很高级的红茶 大部分也就是超市买的 目前达到了那个tweening自由 每次超市买的那个tweening 如果有那个extra strong 我喜欢喝味道重一点的 浓一点的 看到有折扣的时候 我都会买两包囤着 反正红茶不咸多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来个两杯吧 如果奢侈一点的时候 今天心情特别好 我可能会就喝高级一点的 那个到t2去买我最喜欢的 melbourne breakfast 里面有一种 我说不出来的那种香味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不知道它放了什么香料 反正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个味道 我每次闻着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真是幸福 近些年出于健康的考虑 我也想过要不要 把每天的红茶当中 省掉一杯换成绿茶 我试过 但还是目前喝不惯 也可能我没有喝到什么特别好的绿茶吧 所以茶 OK my favorite 这被子可能是戒不掉的 第二个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零食 经常有朋友问我 有没有饮食方面 有没有什么极简的 我还真没有 正餐 因为晚饭是我来做嘛 就做晚饭的时候 我会尽量弄的简单一点 我跟大家介绍过 好像 没有 没有在视频里说过 办一个那种很简单的蔬菜沙拉 如果是夏天的话 大家知道凯撒沙拉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就是厨子想把厨余解决掉 所以据说据说 然后就有了凯撒沙拉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凯撒沙拉 就是生菜洗一洗 控控水 放一点梅那次 培根 切切片 然后煎一下 放进去 放点小鱼干 放点烘的脆脆的那种面包 如果家里还有剩下来的 阿伯卡路 牛油果之类的 也可以放进去 就拌一拌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荤菜呢 完全就是放在烤箱里的 我尽量尽量使用烤箱 或者是用那个 铸铁锅炖的那种肉嘛 好处时味道好 又不会有油烟 能用烤箱尽量用烤箱 能用铸铁锅的尽量用铸铁锅 就晚餐我可能是挺极简的 只要考虑营养搭配就可以了 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零食的 喜欢的零食大部分是 高碳水的那种 biscuit 饼干之类的零食 个人非常喜欢的是 超市有卖的一种 walker bros 还是brow walkers 我忘了一种黄油饼干 那是我的最爱 配红茶再好没有了 那我有一度嘛 鼻炎非常严重 然后到了那种 哪怕鼻子是通的 可以透得过气 但我也闻不到任何味道 所以那段时间 我是吃什么都是味同嚼辣一样 然后就非常的 整个人抑郁的不行 非常非常痛苦 到我就是身体稍微好一点 通过锻炼啊 早点睡觉啊 补铁啊 就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鼻炎也有所缓解的时候 每天可以稳定的 尝出食品的味道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美食是抚慰人心的 如果你活在一个没有味觉 没有嗅觉的世界里 实在是太痛苦了 就在那个当下 我就决定 我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在能够享受美食的时候 我一定要好好地享受美食 所以我在吃东西上 一般是不太会苛刻自己 亏待自己的 我小时候胃口真的非常好耶 我可以一个人吃一个全家桶 顶多就是可乐喝不完 其他的我都可以吃掉 近两年真的是胃口越来越差了 所以当我有胃口 想吃一点东西的时候 吃吧 但是也有朋友问过我 那对吧 人到超过30岁之后嘛 你的新陈代谢必然会有所下降 那为了就不要日趋发福 有没有什么办法控制自己 怎么说 我不会一直吃一直吃 就是我会给胰岛素 一个休息的时间 就哪怕我吃甜品 或者吃零食的时候 我都是跟着饭一起吃的 就是把它当成一餐当中的一部分 不太会就是嘴不停 就一下吃一下 这样的话 胰岛素太辛苦了 而且胰岛素一直分泌的话 其实是对健康不利的 尽量留出一段时间的空腹时间 我觉得还好吧 目前没有要长胖的趋势 如果以后我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的 在澳洲的朋友 我们经常去的超市里 像乌鲁斯啊 Cost啊还发现了有什么好吃的小零食的话 也欢迎你推荐给我 我会按图所记去试一下的 第三点我觉得我完全离不开的就是书 我在有一集是不是要全方面断手离掉纸质书当中 已经非常明确过我自己的观点了 我是不赞成把书本尽量的电子化的 留在那集当中已经讲过了 我在这里就不啰嗦了 所以在买书方面 我基本上也达到了买书自由吧 如果我想看的书目前手头没有 我有特别想看 我就会在kindle store当中搜索 如果有的话我就会直接下单 如果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书 我会隔一阵子还运一个大包裹过来 就是把我觉得特别好的纸质书 买一本留在身边经常可以翻看 还有每次我推荐了某些书的时候 我好像在我频道里推荐的书也不少 B站上都会有小伙伴留言说 这个哪里可以看到 或者哪里可以下载 这显然你们指的是 我也不想说盗版书这次 但确实实实它不是正版的 对吧 请大家不要在我的视频下面 分享盗版书或者下载书的平台和链接 因为我有跟大家聊过我的观点嘛 你的每一张钞票其实就是你的选票 是要选出一个你真正喜欢的 你想住的那个世界 我真正喜欢的我想住的世界就是 我希望每一个作家都非常有尊严的活着 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 尤其是我喜欢的作家 我希望他们可以拿着板税 不用担心生活 也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用在创作上 这些你在别的渠道找的这些书 那些作家是拿不到一分钱的 久而久之每个人都这样的话 那显然啊 以后谁还会来创作呢 谁还会来写书呢 赚不到钱的事情 有谁愿意去做呢 而且书真的不贵 就在你就 哪怕是在kindle store 或者你投稿豆瓣阅读 那些书也就十几二十块钱了不起了 一杯奶茶的钱都不到 真的我在这里再次呼吁 请大家不要去分享盗版书籍 如果你喜欢电子书的话 可以用豆瓣阅读或者kindle store 来找电子书 如果你喜欢阅读纸质书的话 太好了 哪怕你是装模作样的买纸质书 你都是在做慈善 国内的出版行业真的是很不景气的 我有认识一两个编辑都跟我聊过这方面的内容 我个人觉得打开我的频道都是爱看书的人 我请大家作为一个爱看书的人多多支持正版 让那些作家有尊严的活着 你的钞票就是选票 第四点我非常喜欢的 完全离不开也不想把它舍掉的就是帽子 我跟大家聊过就是帽子 然后现在欧洲要开始夏天了 已经开始夏临时了 可以戴帽子的时间又到了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会就是剪短头发 就是为了戴帽子更方便 因为原先我长头发的时候 都是扎一个马尾巴嘛 披头发不太好看 扎起来比较精神 但是扎一个马尾巴 每次戴帽子的时候就会卡在那里 然后怎么调整都没有办法弄得很好 所以干脆就剪了短头发之后 我真的觉得没顶帽子都跟我好搭呀 百货公司也好 还是那种街边小店也好 喷到帽子都会忍不住想试一下 当下如果觉得戴的好看 然后我又负担的起的话 我就毫不犹豫的会把它买下来 帽子在澳洲还是挺实用的 澳洲的紫外线非常厉害 已经不是晒黑的问题了 就是直接晒伤 如果你不戴帽子 夏天出门去转一圈的话 真的回来之后 脸就没办法看了 所以给了我充分的理由可以买帽子 第五点 完全最需要最需要的 就是个人时间 就是自我的时间 我觉得我目前最享受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杯红茶 拿着一点我非常喜欢的小零食 坐在阳台 我们阳台上也有一套小桌椅 我就坐在那里 什么也不敢 有时候书也不拿 就坐在那里放空 发呆 好小气有跟我们推荐一本书叫 Do Nothing 就是什么也不做 就深深的被这本书吸引了 真的 放空是非常非常好的 调节身心的一个方式 有时候我们目前身处在这个社会 你总恨不得把所有的碎片时间 都给利用起来 你一有闲暇就会想 我要不要看一个可以 让我进步的视频 或者一有闲暇就会想好 我要看一个什么方法论 让我摆脱内耗 正是因为这个所有的你的碎片时间都被占据了 这才是让你焦虑和内耗的关键 有时候一个人放空什么都不想 Do Nothing 反而会让你灵感源源不断的冒出来 我有好多好多视频的题目 就是我什么也不想 就是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 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就bling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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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到我的脑海里的 反而是那种不停的刷社交媒体 不停的看能不能自我增值一些 不停的学习啊什么的 会让你的大脑一片混乱 所以自我相处 冥想给自己放个小架 稍微暂停一下 反而是最好最好的 尤其是在这两年 就特别的不太平 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多 作为高敏感人 却一个自救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放下手机 远离平板 甚至有时候我连手表都会脱了 因为它会提醒我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戴 好好的把时间都留给自己 就看看外面的绿色 听听牛叫 发发呆 想想心事 或者喜欢运动的 不喜欢待着的那种朋友 我听说运动就是动态的冥想 因为当你在挥舞网球拍啊 或者羽毛球啊 就是你盯着那个球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 其实也是给你的大脑 一个完全的放空 因为你除了看着球之外 其他基本上也是什么都不想的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Do nothing 什么也别做 放下手机 享受自我 跟大家聊了以上五点 包括茶啦 零食啦 书啦 自我时间啦 还有我最爱的帽子啦 这五点 大家可以看 自我时间是不花什么钱的 对吧 剩下四点 茶啦 零食啦 帽子啦 其实也花不了什么钱 少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 少买一个贵家的那种贵妇保养品 少买一些你今年买了明年就想扔的东西 这些是很容易满足的 就我而言我开始的极简生活之后 撇去了一些我真的不需要 也带给不了我什么快乐的东西之后 我在这方面花的钱就觉得自由了很多 而且心安理得了很多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我已经达到了红茶自由和看书自由了 差差是这些是真真真真 带给我那种深层次的愉悦和满足的 不知道大家的心头号有哪些呢 多欢迎你分享给我 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也可以 假如说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按一个赞 如果能顺手关注一下的话就更好了 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啦 拜拜